婚姻就是两个人互成长 同患难 公寓时有商量 而不是一个人拖垮另一个人 有奶奶在这里陪伴阿祖法一起生活 感觉她的生活也丰富多彩了起来 她在这里采摘葡萄 奶奶一直和她说小心一点别摔了 他们前两天已经尝过了 这里的葡萄味道还是不错的 只是这个房子以前没人住 所以这棵葡萄树也荒废了 这个葡萄有一点过于成熟了 他们一家人坐在那里吃着葡萄聊着天 奶奶和阿祖法说 我知道你心里有点难过 你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 但是你要相信 只要你们夫妻同心协力 就能克服一切困难 阿祖法听着奶奶安慰的话 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为了掩饰自己的悲伤难过 她去厨房里煮红茶了 奶奶也不再提这些话题了 这两天有关于妈妈的事情 她提都没有提 喝过红茶以后 他们一起照顾孩子 阿斯曼已经睡醒了 阿祖法把她从小床上抱了下来 奶奶仔细看着阿斯曼说 她长得很像你 但是也有点像康特 长大以后肯定是个小美女 就在这一时传来了敲门声 原来是康特出去买东西回来了 她和奶奶说 阿斯曼是不是才醒的 奶奶说 是的 你的女儿睡得可乡了 我想要多抱抱她也没有机会 康特亲了亲自己的女儿 她真的是越看越开心 阿斯曼这两天又展开了一点 眉眼之间更加漂亮了 这么可爱乖巧的宝宝 把她的心都萌化了 康特和奶奶说 我这两天也去妈妈那里了 但是她最近都在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见到她 我只是和吉尔纳说 阿祖法生孩子的事情 她今天终于当着奶奶的面 说了这件事情 阿祖法没有什么意外的表情 她能猜想到康特会去看他们 毕竟这么大一个事情 她也要和家人分享 奶奶见阿祖法没生气 她说你回去告诉妈妈一声 也是正常的 但是奶奶并没有问她接下来的打算 她觉得他们要决定什么事情 她这个老人家就不从中掺和了 有她在的话 或许有什么话他们也不方便说 今天奶奶在这里 康特和她说了很多知性话 她说她现在遇到的困难太多了 她还说我现在非常的沮丧 现在我没有正式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而我现在还要养家糊口 奶奶也看出了她的不开心 一直在劝解她 遇到困难只是暂时的 每个人都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无论如何还是要打起精神来 康特说阿祖法那里的房子还要建 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从哪里来 就在她发愁的时候 有人敲门了 康特已经走过去了 阿祖法已经打开了门 原来又是房东小哥来了 他直接就问剩下的钱准备好了吗 康特把家里的钱全部拿了出来 他说奶奶给了你一些钱 这是我这两天准备的 房东小哥把钱给了他 他说这些钱还不够 如果你没有 请你们离开 他一边说一边开始拿东西往外扔 康特和阿祖法都来和他说 能不能通融一点 我们马上就可以凑够了 康特和他好生好气地解释 我的孩子才几天大 难道你忍心他露宿街头吗 可是房东小哥真的很冷漠 他还想要动手赶他们离开 还把他准备的钱推撒在地上 他已经放了狠话 如果你明天还不能把钱凑齐 那你们就全部打包离开这里 奶奶也一直在和他求情 他说我的孙子肯定会给你钱的 你先把这些钱拿走 可是房东小哥再次拒绝了 他离开以后全家人都心情低落 康特真的没想到 曾经的好朋友变成了这样 你们觉得他明天可以凑齐房租吗